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昨天我在视频中讲了一个观点 我说,川普对中共动手的时间 可能要等到第一阶段协议执行完了之后 或者是等到美国大选结束了之后 后来想了一想,这个观点需要修正 川普可能等不及了,可能会提前对中共动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川普现在面临着两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经济危机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疫情蔓延的问题 过去这大半个世纪,世界经济都是有很明显的周期性 大概每10到13年就会经历一次从繁荣到衰退的循环 上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在2008年 到今年已经整整12年了,川普算他运气不好 正在他想连任的时候,就碰上了这么一场经济危机 这对他的这个选情是非常不利的 他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催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 要他赶快降息,赶快降息 不降息就骂他 他就是想用降息这个方法,把经济危机推迟到他大选之后 推迟到他成功的连任之后 在两个多月之前,美国的经济整体状况还算是不错的 搞得不好,真是可以撑到明年的那个时候的 但是谁知道突然来了一场大瘟疫 让经济危机提前爆发了 而且瘟疫还来势凶猛,经济危机也来势凶猛 经济衰退的程度 最后可能要远远超过上几次的 过去这几十年的所有的这些经济危机 大家看看现在全世界是不是有好多产业 都已经处于停顿或者是半停顿状态了 像什么娱乐行业、体育、文艺活动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停了 还有旅游、航空、餐饮这些服务性的行业 现在也是处于半停顿的状态 零售销量锐减 最后也肯定会导致生产量锐减 从消费到生产现在都减少了 那这个经济还怎么搞呢?怎么能搞得好呢? 投资怎么会有很好的回报呢? 所以说现在全世界的股市都大跌了 美国的股市也是跌跌不休 过去两三个星期一共跌了好像是超过20%了 今天一天美国三大股市我查了一下 都跌幅达到了12% 几万亿美金就这么蒸发掉了 这在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 好像是只有1929年的那一次大萧条 可以与现在的相比 所以说这也是一场世纪性的大萧条 而这次瘟疫波及的地区 还有确诊的人数、死亡的人数 几乎是可以和将来最后可能会和 1918年的西班牙的大流感相比 现在有很多科学家说 除非是找到解药 否则世界上将会有60%以上的人会受到感染 哪怕是只有1%的死亡率 那也会造成好几百万上千万人死亡 所以说这是一场世纪性的大瘟疫 现在大瘟疫和大经济危机、大萧条 都叠加在一起了 而且他们都刚刚才开始 这对于全世界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对川普来说更是一个大难题 因为川普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 你权力越大 你所负责的责任也就越大 你的困难也就越大 美国的经济肯定会大衰退 虽然这不是川普个人的错 但是老百姓最后一定会怪到他头上 瘟疫现在也在美国大爆发 美国一定会有很多的人生病 很多人死亡 他主要责任也不在川普 他在防疫工作上面 有时候做的好,有时候做的不好 比如说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做的相当好 他迅速的从中国撤侨了 但是后来他又犯了一些错误 比如说他一直把疫情淡化处理 就是因为他对经济发展的直念太深了 生怕强调疫情就会影响经济 这是他所犯的一个错误 那现在这个错误基本上改过来了 但是已经有点迟了 因为这已经给他的政治对手 给那些民主党人留下了攻击他的口实 将来如果美国出现了大量的人员生病或者死亡 民主党人就会说这就是川普当初防疫不利 动作迟缓造成的 这对于川普的选情 将是会产生致命的打击 民主党的候选人 现在是不在其位 不担其责,一生轻松 但是川普现在他是现任总统 事情搞不好,最后都是他的责任 挽救经济是他的责任 防止瘟疫也是他的责任 他搞不好,最后就会影响他的选情 他现在要想成功的连任 那非得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可 那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对付瘟疫的最简单办法 那就是把解药制造出来 如果治疗病毒的解药很快就能够研发出来 而且是能够打批量的生产 那川普他的麻烦就少了一半了 但是这不是川普努力就能够成功的 这是要看那些科学家,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川普在这方面只能是望天打挂 根本无能为力 那在经济方面,这一年半载 也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起色的 经济有它本身的规律 那一旦陷入这个衰退期了 至少也得要个两三年才能够反弹 再加上这场瘟疫又是雪上加霜 所以经济复原的这种时间 周期需要的更长 而美国的大选今年11月3号就要投票了 川普他肯定是等不到经济复苏了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会问 按理这么说,川普这次就输定了 那也未必 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没有打不开的数 正面解决不了的,那就可以从侧面解决嘛 常规的方法解决不了的 就用非常规的方法解决 那现在呢,川普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帮他摆脱这个困境解决这个问题 什么方法呢?就是公布中共制造病毒的证据 让中共为这次大瘟疫负责 然后呢,川普联合世界各国的力量 把中共做掉 大家不要误解啊 我不是说要美国联合全世界 跟中共打一场军事战争完全不必要 只要打一场政治战争就可以了 政治战怎么打呢? 只要川普公布了中共制造病毒的证据 那就等于是宣布习近平当局是人类公敌了 犯有灭绝人类的罪行 中共体制内的任何人,你只要支持习近平 那就是共犯,就会遭到全世界的制裁 那么这个时候,中共体制内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在西方的这些国家的财产和家属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习近平拉下来 政变兵变民变,就会相继发生 颜色革命就会发生 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呢 即使是美国的经济大幅度的下滑了 即使是美国人在瘟疫当中损失惨重 大家都不会再去怪罪川普了 因为川普已经帮美国人打垮了 引起这场灾难的元凶了 已经为美国人民报了仇了 已经为全世界受害者讨回了公道了 同时呢,他也为美国为全世界除掉了一个心腹之患 那他就成了大英雄了 那他就成了可以和里根相媲美的伟大总统 立了这么大的功劳 那以前的防疫工作上面犯了一点点小错误 谁又去和他计较呢 整垮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 那就足够让他名垂青史了 像拜登这种没什么建树的政客 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川普去竞争了 所以川普最后就可以成功连任 所以川普为了自己的选情 现在他就应当和习近平翻脸 前几天有位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有个留言 他让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川普总是赞扬习近平 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川普过去一直赞扬习近平 目的就是要和习近平达成这个贸易协议 还要让习近平去执行这个贸易协议 在瘟疫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川普认为只要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能够执行得了 川普他本人的这个成绩就超越了前几任的总统 他就为美国赢得了巨大的利益 他就有了资本,连任的资本 所以说他一边不遗余力的向习近平施压 蒙起这个关税的大棒猛抽习近平 另外他又对习近平赞扬有加 说习近平是英明领袖,说他是个好人 这就是不断的在给习近平喂胡萝卜 大棒夹胡萝卜 但是现在局势已经完全变了 现在即使是习近平老老实实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也根本挽救不了美国的经济了 你股市一天就能蒸发几万亿美金 习近平的那2500亿美金的合同 那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川普现在根本就不需要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了 他现在更需要的是习近平来承担起制造瘟疫的罪名 只要让习近平承担起这个罪名了 川普就可以免于防疫不力的指责了 而且这场经济危机本来就是由瘟疫引爆的 所以说习近平也就必须得为经济危机负责了 所以说川普连任不见得一定需要防疫搞得好 也不一定需要挽救经济 他只需要公布习近平的罪责,让美国人去恨习近平 恨习近平他就不会去骂川普了 然后川普再把习近平搞垮,再把中共搞垮 那美国人最后一定把选票投给他 那现在看起来川普还真的就在往这个方向走 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了 前天他告诉记者,说中共知道这个瘟疫是怎么来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瘟疫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说他现在手上已经有了证据了 对于中共不利的,中共制造病毒的证据他们已经有了 只不过是在川普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想公布 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经济危机的程度越来越深 他对于习近平履行贸易协议的这个要求 这个动机就越来越小 这个时候他打击习近平的念头就会越来越强 那今天呢,川普发了一个推文 他推文是说,美国将会有力的支持 那些受到中国病毒影响的行业 他现在已经直接把这个病毒叫做中国病毒了 当然了,这种说法,这种措辞在政治上不是很完善 应当是叫做中共病毒 过去彭斯和蓬佩奥 他们两个人就把中国和中共这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 川普他就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搞政治的 对于政治语言的精确性不是很在行 那我相信今后彭斯和蓬佩奥会帮他改正这个毛病 这一条推文释放出来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就是一个准备向中共发起政治攻势的信号 具体什么时间动手,现在很难确定 因为动手之前肯定需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比如说要撤反中共党政军高层的那些官员 比如说要联系西方各国 还有日本、韩国、台湾各国的这些政治力量 跟他们一起来打中共 还要调集美军防止中共狗急跳墙 要围堵他们 把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 那么他就会动手了 有些朋友可能说 你这个是不是太异断了 是不是一厢情愿 我告诉大家不是的 怎么判断这些政治人物 包括川普的走向呢 不是看他们过去说什么 也不是看他们过去历史轨迹一贯的行为 说什么很多人是心口不一的 历史轨迹也是可以突然转变的 要确定一个人物的走向 主要是要看他的利益格局 因为政治人物都不会跟自己的利益对着干 他总是要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对自己有利的、对自己政治前途有利的 他就会去做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他就不会去做 如果某一件事情他如果不做 会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政治损害的 那他就一定会去做 这个有点像说饶口令了 自己都饶糊涂了 总之总之 川普现在的处境是 他过去这几年积累下来的 经济上的成就已经完全归零了 经济危机之后已经完全归零了 而他在这个防疫方面 又没有办法确定能够取得成绩 现在大选在即 他拿什么向美国人交差 拿什么向美国选民交作业 拿什么他能够得分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打击习近平打击中共 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权给干掉 为全世界的老百姓 为全世界的这些瘟疫受害者 就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 为他们逃回公道 那么他就会赢得美国 就会赢得全世界人的支持 他也就会成功的连任 所以说他一定会做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